入行都是受爸爸影響 他都是建造業界的一份子 當初也是他推薦我讀水學科 初初就很辛苦又累 多得師傅的鼓勵 在工藝上幫我修正一些姿勢和技巧 之後還推薦我去參加建造業青年技能大賽 教授一些比賽技術 再跟業界人士去競技 今次得到傑出校友獎最感激的是我爸爸 他會跟我分享他處理文件和一些驗收的經驗 還要多謝安浩工程公司的高海安老闆 在我學師期間給了很多機會 我了解做判頭和打理要有的知識 成就到今天的我 也要多謝今次傑出校友獎的提名人蔡文德先生 叫他處理公司的項目時 會提出很多有建設性的意見 去改進公司的工作方式提高效率 他不只是一個傑出的校友 亦都是公司其他員工的好榜樣 而我自己就由2024年開始做網上致媒體 我的網上頻道叫致名工程 內容包括了香港建造業的一些考牌資訊 法例要求和比賽的經驗分享 讓更多人有自學的機會 適應到社會和科技的轉變 吸引到更多人關注香港建造業 也幫到我的師弟 師妹提升他們考牌的合格率 我覺得加入建造業前 了解一下行業是否適合自己 入行後 就要保持繼續進修 比賽和考牌 磨練自己多些方面的能力 歡迎大家和我一齊學習一齊進步